大家的愿望很美好 但是眼下的形势的确是不容乐观 17号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 武藤米郎宣布 本月底开始的奥运火炬接力开幕式将闭门进行 并且要求身体状况不好的观众远离接力的路线 此外任何出现发烧症状的火炬手将被禁止参加接力 奥运会圣火将在3月20号抵达日本 21号至25号将在日本2011年受灾的几个地区举行展览 26号火炬传递将从福岛县开始 在福岛利木群马三县的传递活动当中 抵达仪式将以无观众的方式进行 并且将避免人员沿途密集的围观